我最記得有一次是 是跟余大哥 喔 我們的台南作秀 就住在飯店 普京一餐店 然後 做完秀 結束以後 沒關係結束 他就開始找人 欸 怕白了 那時候我其實也剛出道 大概兩三年了 嗯 那也是換小咖 余大哥就說 我肉也很大 你打得很大 我怎麼不敢 沒有你打得多 我打得多 我打得多 沒有你打四千八 喔 我最後上桌了 我就 就沒問題 我就想說 那一檔錢算了 反正就是 陪陪陪陪這些大哥們 因為我不太會打牌 然後他們都非常的厲害 他們抓不到我的牌 蛤 那邊妳有七萬多塊 哇 哇 哇 清楚耶 哇 不過我那時候在秀場 就是運氣很好 有時候在秀場 後台大家無聊嘛 有時候過年時間 就 就玩那個洗八道耶 我坐上 就開始就 大家就慢慢就下下下 然後我們玩到最後 就 我們玩到喔 固定 一個人出三千 那十個人不是可以 出三萬嗎 那三萬 然後大家就十三 嗯 最 大的人拿走 好緊張 那很快耶 喔 那很快耶 我十次喔 我大概有六七次 七八次我拿 哇 我運氣好都這樣 我那一個過年 我贏了小錢 哇 哇 哇 沙沙瓣 還有更多的 還有更多的 哇 還有更多的 最多一次是少的 有一次也是 過年然後結束去一個 一個一個告夫 就是會長家 哇 大家很多藝人 全部都到 那個年代線上的大咖 都在 我身上大概帶五萬塊去 就在那邊大家 就聚餐嘛 吃一吃了一吃 欸 另外一桌就開始在抖 對啊 有人坐著 然後你下去就 三千 就 就慢慢小小的壓壓壓壓壓 哇 五萬塊輸掉了 會長說欸 你輸掉了 對 他就旁邊就 這個人家 你先回去 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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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贏回來 沒有 贏了一百千 哇 哇 嚇你了嗎 沒有 今天起座展示嗎 對啊 我其實很 我不太愛 賭博的 還是贏了一百千 是賭啊 一百千 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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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 哪些人家 那些人家 又再一次 感谢观看